2023年迷离电脑市场风起云涌 去年我们测试的主要是这些品牌的迷离电脑 而今年生产迷离电脑厂商队伍又扩大了 不但有他们 还有他们 大家一起推出了更多更优秀的各种类型的迷离电脑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2023年迷离电脑市场发展趋势 探寻本年度最优质的迷离电脑产品 回顾一年来的迷离电脑市场发展 有两个重要的关键字 就是all in和进化 all in这个英文词组 表示的是厂商全力投入的程度 带给消费者购买产品的信心 进化或者也可以说是迭代 主要是厂商对自己产品的一种严苛审视 努力打造更好的产品 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那么这么多品牌厂商 全力all in下注迷离电脑的有几家呢 至少有这三家 Blink, Link, Minisfirm, Minifan, GMK,吉摩克 他们每家都是几乎专注于迷离电脑领域 全年推出十几款各自不同各具特色的新产品 或者说是通过几海战术能追求更多更广的消费群体 这是灵克2023年推出的产品 这是明凡2023年推出的产品 这是吉摩克2023年推出的产品 有很多我们曾基于厚望的厂商 全年只推出了这么一款产品 比如小米 好像仅仅是CPU升级到了1360P 外形都和去年那款一模一样 那么all in对品牌的打造肯定是大有好处的 大家都会记住这几个耳熟能详的品牌 至于本身就有很大影响力的品牌 他们可能仅仅是试水贪物 他们自己已经保有了庞大的市场 比如笔记本 比如台式机 他们很难还有余力 或者说全力投入迷离电脑市场 所以只能看到一款两款产品 不过虽然仅仅是一两款产品 也能看到一些大厂的风范 比如Nelovo联想 类置电源的小新迷离 第二个关键词是进化 我们从市场上 效量最大的林克身上举例 体会会非常明显 今年林克最敬艳的旗舰产品 GT27不但搭载了最新的7840HS CPU 还使用了均热板散热技术 极大的提升了散热能力 结合背部散热结构 把7840HS CPU的性能释放 拉高到65瓦 GT27的接口也堪称完美 双PCIe 4.0 NVMe 双2.5G网口 HTMI 2.1加DP1.4 双USB 4.0 而且显示接口全在后部 相比去年的GT26 这就是对自己的全方位提升 产品的进化 给了我们全新的感受 再说明凡 年终推出的旗舰 UM790 Pro 虽然搭载了7940HS CPU 65瓦的性能 性能一直占据榜首 但是接口以及接口的布局 我们看到 还是沿用于去年的旗舰 UM690的格局 没有眼前一亮的即视感 直到双11推出的UM790XTX 不但有双2.5G网口 而且主要显示接口后置 还很巧妙地提供了Oklink输出 方便外接显卡屋的玩家 应该说780XTX 才是今年民凡真正的旗舰 这种快速进化迭代的能力 是头部厂商所必有的 我们也看到 吉莫克连底推出K6 迭代了自己的K4 增加了背部散热系统 增加了双2.5G网口 显示接口后置 这也是一种很明显的进化 仍然走极致性价比路线 价格还比K4更便宜了 我们还看到林克 通过提升散热能力 把自己联储的机型 全部更新了一遍 SE25MAX 5800H SE26MAX 7735HS 都进化迭代了 自己的前一代产品 也就是说 我们迷离电脑的主要厂商 都具备了快速升级自己的产品 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 而我们看 英特尔NUC 万年不盖的经典造型 实际上在接口配置 性能释放上 已经有一些落伍了 这就是我总结 今年迷离电脑市场 最重要的两个关键字 All-in和进化 接下来我们分市场来介绍 本年度迷离电脑的新趋势 首先是低功耗小主机 今年主要产品就是N100 当然也有少量的N305和N300 但是它们都比较贵 完全不符合低功耗小主机 千元以下的市场定位 所以市场最后选择了N100 它是出货量最大的型号 还有一个趋势 英特尔CPU的大换代 造成今年市场上主流都是N系列 以前我们市场上换的N5105 N6005 J425还是很好出货的 这就是奔腾赛阳内部的竞争 这次换了N系列 N5105等等 全都不见中计了 或者说很难卖了 也许是英特尔牙膏挤爆 N系列相对老赛阳奔腾 性能提升太大了 客户和厂家自然也偏向了N系列的新品 那么N100产品系列卷到年底 有两个最大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只要你不是最便宜的那一款 比如吉摩克G3 大家都会关注 你有没有双2.5G 双千兆都不行 今年2.5G已经普及了 现在低功耗小主机可以做轻办公 以后这台小主机还可以做网络设备 也就是说过几年还有很高的剩余价值 年初林克的EQ42 N100 满足了这一点 得到了市场最大关注和销量 另一个现象就是大家手头的PD电源 实在是太多了 老有人问 你这个是不是全功能Type-C口 是不是全功能USB4口 卷到最后 厂商也终于给大家在低功耗产品上 配置了全功能Type-C 也就是七喜S10这款产品 那么到明年是不是大家都要有双2.5G 全功能Type-C的产品呢 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是千元以上 两千元以下的主流中断市场 英特尔在这个区间有N305低功耗 12450H 12650H 以及少量的1260P AMD有4800H 5700U 5800H 6800H 以及6900H 这个主流市场是对客户最友好的市场 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 我认为今年的趣事 就是AMD猛烈攻击 全面胜出 占据了上风 英特尔N305属于低功耗产品 只有9条PCIe通道 分配上捉襟见肘 如果给了NVMePCIe 4.0X4 USB和2.5G网口就很难分配 所以性价比不划算 1260P除了Mofine一款产品 短暂跌到了2000元以下 其他全在2000元以上 真正能打的还只有12450H和12650H 而AMD过去的旗舰4800H 只要1000元 5600H、5700U只要1299元或者更低 5800H只要1388元 6800H和6900HX只要1999元 全方位免压英特尔中低端酷锐 这个价位的主流产品 我们能看到的趋势是 用户对核显的要求提高了 680M和显降价到2000元以下 能玩很多1080P游戏了 那么明年谁的产品能够更强大的和显支撑 就会称为最主流产品 接口上满血的HDMI 2.1 USB4 特别是全功能USB4 会称为另一组趋势 至于英特这边 我暂时还看不到有更强大的配置 来竞争这块市场 唯一可能就是在千元出头和其他家 比较颜值 有的产品是真的好看 2000元以上 就是我们的旗舰产品市场了 所以说迷离电脑 连旗舰现在都不是很贵 这个市场就是AMD RAM7 7840HS 碾压其他 也许明年会改名叫8845HS 它还是7840的马甲 各家的主流产品全在这个区间 S127 GTR7 UMG90 PRO UM780XDX K6和K4 Mini 2 这台也很漂亮 其实不管选谁都不会有大错 差的价格也就是一两百元 主要是去看品牌喜好 以及售后承诺 也就是消费者个性上的需求 那么我能看到明年的趋势 最大的可能就是顶级旗舰 会有Oklink的预置 最好是不占用两个NVMe插槽 用板载固定的方式 但这个还不算很明显 明年咱们再看看再总结 3000元以上 就是好多朋友经常问的 这么贵 为啥我不买笔记本呢 其实我始终是认为 这是两个不同的品费 你只要买过一台Mini电脑 哪怕是几百元的 低功耗小主机使用者 你就明白 笔记本替代不了Mini电脑 Mini电脑也替代不了笔记本 我们最终都会成为双持档 既然3000元以下的Mini电脑 都是旗舰了 3000元以上 你就必须拿出点绝合来 要么你是自带独显的 游戏Mini主机 或者黑苹果 比如HX99G NAG6 要么你必须是 英特尔 i7 i9的顶级CPU IT43或者NPP7 要么你就是接口众多 万兆存储 还有顶级CPU的工作站 比如MS01 不是英特尔顶级CPU 是不是高人一等 而是它就是高人一等 咱们稍微追求点性价比 就不来这个价位区间看了 从侧面也说明Mini电脑已经卷到很低的价格区间了 我们的旗舰都不到3000元 已经开始进入了大众化普及市场 最后我们来评出今年我们最欣赏的Mini电脑 首先是最完美的旗舰产品 就是这两台 GT27和UM780XTX 预售价2699元 买到GT27的朋友 虽然经过一些波折 但现在升级AMD最新显卡驱动后 是不是都玩得很爽 UM780XTX有外接显卡屋的Oklink 典型的可以好好占未来的产品 两台机器都有双2.5G 双NVMe 双USB4 HDMI 2.1 DP1.4 都是全功能的USB4 2023年最完美的旗舰就是它俩 接着是性价比旗舰 我觉得是S127和K6 它们都有16G 1TB的配置 只卖2899元 双11的时候 S127这个配置只卖2799元 这两台也是双NVMe 显示接口HDMI 2.1 DP1.4 USB4都有 也是全功能USB4 S127还是双USB4 K6是双2.5G 咱们低功耗产品 主要是品性价比和接口 最便宜的自然是单网口的吉摩克G3 双网口最具性价比的产品是 铭克EQ12N100和七喜S10N100 两者都是双2.5G网口 都有HDMI DP接口后置 七喜稍强的是全功能Type-C后置 毕竟晚初半年有后发优势 这三台是我们最欣赏的低功耗小主机 然后今年的脆佳HTPC是 名凡EM680 它堪比Apple TV 4K的身材 却有一颗6800U的强大心脏 还有HDMI 2.1和全功能USB4 当然即便是599元的G3 也能干HTPC的活路 但全方位考察 EM680实质名归 确实是今年最佳HTPC 那么外形最漂亮的迷离电脑 我最欣赏的是这两台 不应该是两台 应该是两个系列 一类是明凡的NPB系列 另一类是 机械师Mini 2 7840HS 和海尔云越Mini H12 它们两台外形也是一模一样 虽然不是一个品牌 好看的电脑本来就很少 好看的白色电脑就更为稀缺了 另外说一句 它们可不是绣化枕头 在各自的规格里 性能释放都是在最好的那一阶 今年最具创新的迷离电脑 我觉得是明凡MS01 我曾经说过 R86s是2022年 我最经验的迷离主机 当时在非常修正的体积下 有三个2.5G网口 和双SFP加万兆网口 自身有128G的EMMS存储 还有一个PCIe 3.0的NVMe R86s的产品设计师 今年带给我们的创新设计产品 就是Mini Workstation 01 它有最强的12代 13代酷睿高性能CPU 也有双2.5G 双SFP加万兆 和双USB4雷电超万兆 有三个NVMe插槽 可以变化安装2280 22110 或者是U2企业级SSD 还有一个速度4.08x的PCIe插槽 可以安装专专业显卡 或者额外的万兆电口 和40G光口网卡 或者额外的NVMe存储 这就算是八份拉满了 全方位满足 迷你电脑爱好者的极致需求 MS01是我最欣赏的2023年创新产品 总结一下 今年最完美的旗舰是 零克GT27 明凡UM780XTX 最佳创新 明凡MS01 最佳性价比旗舰 零克S127 吉莫克K6 最佳颜值 明凡NPP系列 机械式Mini2 和海尔H12 最佳低功耗 吉莫克G3 零克EQ12 七喜S10 最佳HTPC 明凡EM680 回顾不平静的 迷你电脑市场的这一年 或许你会觉得眼花缭乱 但它只是 迷你电脑大发展的一个开始 再替换家庭 或者办公桌面电脑 再增强家庭网络 和存储功能 在全方位满足消费者 对于小而强的PC 终极追求的长期征程上 是一个发展中的片段 我始终相信 更美好的永远在前方 不管是朋友们的生活 还是迷你电脑的产品 好了 今天就说这些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新年愉快 2024行大运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